答案不知道怎么求 第一个的话 焦点A到那个四分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标注里面对齐词 那第一个的话呢是焦点 焦点 所以这个地方尽量跳出焦点 最好是强迫让它是焦点 焦点到这个四分点 所以四分点如果你没有 物件锁点没出来的话 它就不会出来 四分点是这个菱形的 那就看一下 1179827 所以答案是 答案是这个A 没错 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题终点C 终点C到这个焦点D 所以特别注意一定是终点C 终点C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一样 那特别注意是水平的 记得水平这两个字 尽量可以把它这个 这个把它画起来 那如果只看到是水平或者垂直 就不能用对齐词 一定要线性 线性就是水平跟垂直的 然后这个终点 那就一定要出现终点 所以强迫出现终点 终点在这里 再到什么呢 焦点 所以这边强迫让它出现焦点 焦点这个才正确 这样子的话 这样是水平吗 不对 这是垂直的 是这样子 所以答案是 697639 69763 答案是D 没错 好 再来的话 B C B D C B D D C C B D C B D D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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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求这一个才对 角度看一下 这边到这边 516379 5163 当然是C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要看一下CBD才对 那再来的话呢 E区域的周长 所以这两条线可以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个周长的话就是 BO ENTER 直接点选点 点这个E区域按Enter 那这个区域的话点一下 按那个什么呢 性值看一下 我们性值的部分 然后看一下它的那个 长度 2028771 答案是B没错 那最后的话这一题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 它这边呢 要求的是 图形最外围 扣除 内孔面积 特别是有内孔 所以内孔就是这个 跟这个还有这三 这六个小 这个圈圈 不能够 选到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用GD Enter 选的话 点选点 点这里面区域 然后再点底下 再点这个范围 再点这个范围 这样按Enter 再来求 才会正确 点一下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性值 这个地方性值 那面积的话 这样求才会是正确的答案 来看一下 9377 2882 所以答案是D 没错 就是这样 那这边注意就是说 扣除 那个 扣除那个 内孔 所以内孔就是这个 使得是这几个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答案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题呢 如果你画的时候呢 抓的点都正确 评分应该 得到的答案应该都会是正确 我们希望 我们现在可以通知